提起法国罗浮宫 大家想到的都是古典艺术 但是最近几年来 罗浮宫也都和漫画合作 重新诠释古典作品 以及罗浮宫的故事 现在这些漫画来台湾展出了 等民众用轻松的方式 感受古典艺术的魅力 在未知的未来 欧洲被冰雪覆盖 人类和动物组成的探险队 在冰山中找到一座宏伟的建筑 就是保存史前文明的罗浮宫 还有漫画家以罗浮宫之名的作品 创作出一个一个幽灵故事 展厅的红七 就是来自于非洲鬼魂的双手 这些漫画作品都是罗浮宫 从2003年起 陆续与漫画家合作的创作 以欧洲称为第九艺术的漫画 重新诠释古典作品 也都天马行空 创作罗浮宫的故事 还有七位台湾漫画家也都加入 在幽管日参观罗浮宫 激发灵感 知名的动画导演默仁杰 就画出导览员和机器人的故事 漫画家61CHI 即是令到蒙娜丽莎 维纳斯和圣利女神 化身为三个女性好友 普出为了追求美丽而烦恼的故事 国内外的漫画家发挥想象 也都令到古典艺术和博物馆 有了新生命 请 中文字幕提供